比利时国际钢铁会议 我国没有办法全程参与 掀起了轩然大波 今天行政院长张上正表示 无法接受对岸的理由 同时也提醒新政府 大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可忽视 而除了现在的重大实施议题之外 张上正今天还特别邀请媒体 一同到竹山消防训练中心参访 并且亲自上阵 但是毕竟没有受过正式的训练 这位隔魁消防队员的出勤准备速度不及格 有点热的感觉 行政院长张上正缓缓穿上消防衣 四人整套设备重达20公斤 张上正依旧挺直身子 专业人员只要51秒钟完装 张上正穿了三分多钟 这么费功夫当然不能只有单纯换装 在不会高屋出身的情况下 我们依然实现了这个挺进行 竹山训练中心是全亚洲最大的消防训练中心 张上正是这里成了6年以来 头一位亲自下火的行政院长 虽然只剩一个月任期 但还是要请院线媒体一起来参访 难道520后还有动作 我希望说我过的日子是 可以回復我自己的希望 然后我对正式也不是在行 所以我大概也不会加税务进去 当天和尚敲天中 院长关心民众的消防安全很有理由 但是我国参加国际钢铁会议 被拒于门外 行政院又怎么让国人安心 不论钢铁会议还是WHA邀请函 国际关系涉及两岸问题 全都变成新政府难题 现任院长也只能向林全说加油 约伦TV另一位是黄云成 南投报道